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李宗盛 馬營救出執政 四年多來 老實說是在國無人入境中 他為了要從中國來往中客談判 要重新談判 還要去往中國去 所以捏造了九二共事 說有九二重心 92 Consensus 所謂92 Consensus 實在是沒有這個九二重心 馬營救 父親翁姓後的風景就去化毒箭筒 馬營救是最孝順 聽他爸爸的話 他爸爸的風景也很高等 化毒箭筒 把台獨的力量化掉 漸漸嚇得更多 九二共事實在是 立地書所說 That is a lie 這是一個荒謊言 美國人的報道說 That is a fiction 但是他拿這個參與中國做通關密語 之後就像共事 裡面報什麼 大家不要說 這樣兩名來恢復這個商談 所以這件事 馬營救做一個國家的總統 台灣的總統 拿歷史上的謊言 來做通關密語 通關密語 通關密語 來做通關 這非常愚蠢 這是非常不對的事情 所以九二共事實至一國兩九九九九 現在 這就是台灣的政治 讓中國抑鬱 再來經濟的 惡法 被砍掉了 這是憲法所保障的人民的基本民權 基本的政治民權 應該要順利補充 所以 老伯是要求一定的條件 連數不夠 提出應該就給我們公道 但是呢 他請到公道失敗 還有中國不必讓台灣公道 因為中國 如果台灣公道下去 後來他如果要參加台灣統領 要吃台灣 要併吞台灣 就要讓台灣來 投這個公民投票 這樣 這個就是中國 他當然沒有管理 他可以票便就票便 所以馬英九呢 曲弗 屈服在中國的壓力之下 沒有 尊我們做公道 所以這個公道 我們拿三遍 都把我們 發揮 發揮 法官 台聯姓索 我們軍委 所領行拿出的 這個公道的性命 所以 這個公道的 這個庭署要頂來 我 想要出說他要有什麼理由 一旦還要照顧台聯的 這個公道 所以 這個東西呢 我講到這裡有什麼 這個很重要呢 台灣的監督 有兩千三百萬 台灣人民來做管理 你要怎麼管理 你沒有公道 要怎麼管理 所以公道就是 我們頂限 我們直接 這個民權 我們就直接民主的 這麼順利 這個方式 所以台聯姓 你繼續推動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契法簽了 老實說 這個情勢很壞 兩位經建會的主委引起名 這個契法簽進結後 是說到契法如何好 剛好 但是呢 最近改口 改口 說契法 只是一個架構 只是一個架構 簽約不夠 簽約不夠 所以它的作用還沒有表現出來 大家也對這個契法 這個很嚴重 我聽說 我聽說 我第一次聽到政府主辦官房 原來說契法的價格 萬用名單 現在突然變成契法 是什麼都不可以的 我現在是在打防疫針 所以我跟你說 處理這個國情 這間很嚴重 你說 選舉打動選 跟他連任而已 說美國牛肉 毒牛肉要進來 再來 再來 做 做 鎖碎 關火 油店雙掌 都在一種做 做大水 三個大水都存在 你看 老闆跟著 做的 較不像,經驗的人也會這樣做 馬英九 他還很多飯 他處理美國牛肉的問題 这里顺便带一带 这处理美国无法的问题 叫什么人处理 叫卫星室长出来处理 卫星室的室长是在照顾健康的 叫卫星室的室长出来鼓励大家吃 这带有瘦肉精的牛肉 这不对 应该是叫经济部长是无益主管的官员 是在自由贸易 像美国的自由贸易 跟美国自由贸易 我们也是支持自由贸易 在这个TIFA 在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在这个底下来谈自由贸易 这个是proper and easier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这是最容易的 对, 恢众要是 зан過'll tell 给卫星室长在哪里 它要bo- 被火仿长在哪里 这个TIFA本身 PatriFA本身是已经十六年其实azione 2004年 就有了 它是台湾跟美国каchic Jasong 一个官方的有关贸易方面的反 health 这个球贸易商的平台 這個平台這不是一個什麼協議 TIFA Reopen 談這個 我們要求美國要做出表態 有朝一日 盡早要參加台灣打FTA 這樣這個問題 有沒有這個問題的概念 這個重重的原因 說起來是說 今天最重要的問題是說 中國的崛起 中國是真的實力這樣崛起 看最近發生的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薄熙來 所謂中國的馬英九薄熙來垮胎 這些是維權人士 盲人的 維權人士陳光誠 走去美國 這叫做大賽官 由大賽官幫助於載黨 理貴中國和美國 這就是中國政權 中國政權的脆弱性 中國的決起靠的是什麼 靠的就是貪腐的高層的一種權貴經濟 反正太主動跟共產黨頭 做行李做理業帶動 所以他負責的負責 是什麼 人權自由 和破壞環境 他這代價很大 這樣從世界的觀察 會有一股力量 再配合著他 跟美國的華爾街合作的結局 就是這就是 讓中國已經在一起 所謂的塑造成一個中國的結局 要說得精確的 美國的華爾街的肥貓 跟中國 中南派的貪腐的權貴的一個結合 我實在要說一句比較沉重 就是說 我們 本土牌的政治人物 有的人也 也沒辦法跳脫 中國崛起的離世 老實說 我們 越來越會處理 這個 非常 這個不理的 這個地步 民調說得很清楚 這 只有主題要參與統一的 9.7%而已 9.7% 要參與統一的 你如果 說 酸媽的救護車 要走統一的路 一聲不夠的人支持 這種路線而已 你知道嗎 所以 這就是我們的基礎 這是 我們台灣人的意志 台灣人的 對台灣的基態 是這樣的 就是說 這個國力量 怎麼可以讓它 跟公民站出來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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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75% 台灣的政局 就在暗中 所以 我們 現在 政治 經濟 文化 這 都方面 統一的 這 壓制 壓制 什麼 台灣的出路 台灣的出路 就是 現在 不想對中國政策三票 對中國政策三票 閃躲 閃避中國政策 我們台灣 本土 要重新 拿回政權 遼不可及 中國國民黨 就要去多多跟中國來往 透過互動才會了解 蘸 新 國民黨的這個 參與中國交往的思維 秦中的政策 政策 秦中的政策 是台灣 就是 這是主流 這是政策 這樣 台灣 還要拿回總統 要做總統 不可能 只要一條路 就站出來 正面迎戰中國政策 民主深化 走民主的侵犯 民主的侵犯 就是要透明化 要有民主的情緒 我們勇敢走出來 對台灣來說 馬英雄的執政 會做支持度很高 國民黨 執政的消防很高 民進黨 很高 所以這個政策 發展 對我們本土要拿回政權 應該是正面 但是 這時間 我們還要三年多 還要三年多 還要三年多的時間 會改變 什麼事情 真的要說 會改變 但是基本完結 你如果沒有攻擊 他中國政策的策劃 沒有攻擊他會弱點 你是怎麼贏 敵人的肉點 你不打他 你還有什麼可打 你要贏啊 那因為我們黨很小 所以我們只能做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事 而且認為說 在這個台灣現階段的這個政治 社會的情勢上 我們扮演一個我們覺得最重要的角色 那這個角色是什麼 那就是捍衛台灣的主權 那這個部分 要怎麼樣捍衛台灣的主權 那我想有兩個很重要的東西 一個就是 對外 那對外的部分我想大家都會理解到說 跟中國的關係必定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領域 那跟中國的關係呢 有什麼 有這個政治的 有經濟的 那像政治的部分 就像過去我們講 戳破這個馬英九的九二共識 它是一個假的 那我們去做這個部分 那現在最近一點的 譬如說馬英九提一國兩區 那就是台聯制反對的最厲害 而且攻擊他攻擊的最多 那這個是政治的部分 那再來一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我覺得 絕對沒有比政治更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是要有經濟的實力 我們今天台灣才有壯大 才有維護自己主權的這個本錢 民進黨當然是因為在這個上一次的選舉 就讓他們感受到說 如果沒有跟中國對話 那好像就是不容易執政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這種氣氛其實是非常不健康的 如果我們今天在台灣的社會當中 行中一種氣氛就說 今天要執政的黨 如果沒有中國說 沒有中國說好 或者是中國不開心 中國不喜歡的黨 那你們都沒有機會 那以後台灣還有什麼希望呢 那我們就乾脆給共產黨執政算了 對不對 現在強調說我們不是不跟中國打交道 我們要跟中國打交道 我們跟中國人民打交道 但是我們反對的是去 去負荷這個壓迫 撥削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 這個在台聯來講 他的立委是一個人做兩年 那我按照台聯的規劃 我是在20142月1號會接任立法委員 我們看最近的話 馬總統在我們台灣的教科書裡面 要去台灣化 要把有關台灣的歷史 這些都把它拿掉 那這些其實是一個 對台灣整個主權的 這個基本信念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傷害 那如果說我個人 如果擔任立法委員以後 從事教育相關這方面的努力 來努力把我們台灣的這些主權 能夠落實到我們的教育政策 我們能夠說從這個比較根本上來講 培養我們台灣的主權獨立的意識 那我相信說 這一個就是我們台聯要做的努力